今天早上 青莲铁路全线最大转体桥 跨焦黄铁路特大桥转体梁成功转体 标志着青莲铁路线下工程全部完工 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 跨焦黄铁路特大桥 是青莲铁路线下工程最后一座 也是最大的转体桥 位于青岛焦州市境内 建设过程中 为了不影响焦黄铁路 每天三十余对列车的正常运行 两段桥梁沿着焦黄铁路建设 每段长度达128米 重量达到了8700吨 这个重量在我国北方 再建铁路转体桥中是最重的 因此施工难度非常大 两段桥梁建好后 通过转体实现合拢 转体桥在桥台施工时 成材上设立了转体结构 转体结构主要是转体修角组成 转体修角的直径是3.8米 转体时采用两个300吨的智能 连续张拉线顶进行迁移 达到转体实现转体目标 今天早上5点20分 转体正式开始 我宣布 青年铁路跨焦黄特达桥 一表28米连续梁 转体开始 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 两段庞然大雾同时完成 25.5度的转体 实现空中对接 记者从青年铁路建设指挥部了解到 这座大桥完成转体 标志着青年铁路线下工程 就是钢轨以下的工程全部完工 目前 青年铁路 阳河口以南区间已经竣工 下周将进行连条连市 阳河口以北到青岛北站 将于10月份连条连市 今年年底全线通车 届时 这条我国东部沿海的大通道 将串联起青岛到连云港的五大港口 青岛到上海的时间将缩短至四个多小时 并将结束日找不通动车的离时 稍后不仍然内隐每个月 并将组织落期 至于1月